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信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期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关注一下乌俄战争最新的局势 在过去欧美援助乌克兰的 无论是军火一些武器 他们都是比较限制乌克兰的用法 说你只能用在你们自己身上 比如说俄罗斯进攻用在你自己的领土 对于这些武器用在俄罗斯本土 他们是非常的禁忌跟谨慎 可是最近风向变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他是支持乌克兰的 所以他都说是乌俄战争 我一定要尊乌 就是把乌犯就像那个拜习会 拜习会 对 不是 马习会 马习会 洗马会一样 台湾就讲马习会 大陆就这样是洗马会 对对对对 我是习惯讲俄乌战争 因为俄罗斯发动的 是 最近确实起了很微妙的变化 特别是刚才运行讲的这一部分 是 现在总共有12个国家 北约有12个国家 包括德国在里面 因为德国一直在这方面很谨慎 对 你记不记得刚开战的时候 他连提供武器都不敢提供 是敢给敢亏 还在波兰边借交 对笑死 还放在波兰你自己来啦 对啊对笑死 真的 就人家 感觉到他不敢得罪俄罗斯 是 法国那个时候也是 给人家这个感觉 但是现在这些态度都改变了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 德国也同意 支持乌克兰可以运用 北约支持的西方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总共有12个国家 总共有12个国家 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其实最近也有些很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 因为俄罗斯这次从哈尔科夫站攻 攻 一开始感觉上是还蛮顺利的 其实攻下来蛮大片的土地 我们都看到新闻了 新闻上也讲说是乌克兰 出现了一些贪腐的问题 一些该做的防御公司都没有做 俄罗斯的军队向 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也看到土片 他真的是走进去的 已经好像是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现在 俄罗斯 看起来已经打不动 然后乌克兰开始反攻了 又两个方向开始 已经开始反攻了 在顿巴斯 乌东这边 他的公司也迟缓了 但是最近 这个战争研究所 也发表了一个 这个分析报告 因为他们都是根据情报的 是 很准确 他说这个 俄罗斯在哈尔克福 现在正在准备第二次的一个公式 第二次的公式 那我不预期他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成果 这也就是因为美国的军援恢复之后 我们在那个时候的节目就里面讲过 乌克兰 美国的军援恢复之后 乌克兰第一步是要稳定住战线 是 这些我们都看到了 已经稳定住战线 那现在开始反推 最主要就是说 刚才运行一开始提到的 现在北约的国家 在俄乌战争上 俄乌战争这一方面 他的 态度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 那还有一个更明显的转变 波兰 波兰的外长 要给他按赞 波兰的外长说你俄罗斯 只要敢动用核武 他讲的核武只是战术核武 还不是那种真正 很大撒伤性的这个核武 你只要敢动用这个核武 我们就会派军队进入乌克兰 跟乌克兰军队联手 用西方的常规武器 他说我们用常规武器 你用核武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用常规武器 把你的俄军 歼灭为止 全部歼灭 全部歼灭 这个真的是很棒 对呀 波兰讲这个话 也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个 俄罗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显然 人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我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 俄罗斯又开始威胁核武了 对 他在21号举行的这个 核演练 核演练就是在威胁嘛 对 他害怕才会威胁 不怕就不会威胁 不怕他就继续打就是了嘛 对呀 就把你哈尔科夫攻下来就是嘛 但是他怕了 他就威胁 是 然后他也 俄罗斯也好像也表明过 F16战机 到了乌克兰境内 就等同于 你们要动用这个 核战争 他这个当然也就是威胁 你F16来的 那我就要核武 是 所以他就演练这个核武 21号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法国 第二天跟着演练核武 我觉得这个转变了 我真的觉得 我听到法国在演练核武 蛤 这个明显就针对他嘛 真的 对不对 你要动核武 我们也有 对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讲的 俄罗斯不敢动用核武的最大原因 因为不是只有他有 是 这个跟二十大战 美国在日本丢两个原子弹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美国有 嗯 对吧 只有美国有 是 现在不是 不是你俄罗斯有而已 你敢动 别国一动 你也完蛋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对 对 这个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也用这种 第三次世界大战来 下各国 下 对啊 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插手就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不是 讲半天已经插这么多次手 结果 不是 这个关键也在于就是 其实也回到光泰勒的观念 不是 别人怕而已 你普丁难道不怕 不怕 普丁最近有 比较软 他自己主动说 我们也可以来谈那个 那个停火谈判 对对对 说只要是 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来谈谈谈也可以 他自己讲 对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另外一个点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用 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来吓人家 人家会怕 难道你不怕吗 普丁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是不是 对 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的结果 会不会是你俄罗斯全部灭亡 嗯 然后你普丁在一个碉堡里面举枪自杀 跟希特勒一样 会不会是这个结果 可能性很大 是不是 他难道不怕 但是流氓就是流氓 他就是会吓人 对 跟中国一样 就是会吓人 来个军演 用动画来吓台湾人 嗯 第二个刚才你讲的这一段 就显示出来普丁 啊 其实 已经感觉到自己 被逼入一个角落 嗯 才说 哎呀 我们其实是愿意谈的 对 但是他当然 他当然 嘴也不能软 对 他就是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所谓的现有的基础 就是 我占的 现在占的领土 是我的 我们来 在这个基础上来谈 啊 然后他下一句话 才是真正重要 那下一句话就是说 假定 美国跟西方 然后不同意这个 这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谈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打 这个就是心虚 这一部分就是心虚 是 就是威胁你 你不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 问题是 现在大家都不怕你 没错 对不对 嗯 我刚刚讲过 嗯 现在 这个 有12个已经有12个国家 这个 支持乌克兰 用这个 西方的武器 攻击你俄罗斯境内 是 最近还有了 最近这个丹麦 丹麦也要提供 F16战机 是 给乌克兰嘛 是 是 啊 丹麦就讲 我们提供F16战机 乌克兰可以用它来攻击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对 各位也许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 北约的国家 澳洲的国家 为什么突然强硬起来了 我个人是认为 其实不是 嗯哼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西方国家 特别是包括美国 早就 知道是这么一个 一个状况 嗯 啊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 是 美国对乌克兰支持 它是分阶段的 嗯 到某一个阶段支持 到某一个阶段支持 所以它这些东西 也不断的在改变 对 不断的在调整 现在这个阶段 他们就 站出来讲了 我们不反对 攻击俄罗斯本土 对 对不对 我F-16战阶是攻击俄罗斯本土 是 这个阶段讲出来 股丁就会害怕 对 他心知肚明 嗯 所以他才会有先前的一些表现 对 而且根据这个 华盛顿邮报 他们其实就有 就有说做一个统计 就像你刚讲的 各国其实现在都已经 表态说 同意你F-16 是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本土 那个 俄罗斯本土的目标 还有 美国也说 俄罗斯境内的本土 俄罗斯本土的目标 不管了就打俄罗斯啦 我现在就是生气 打就对了 然后爱国者飞弹 你也可以攻击 俄罗斯本土的目标 布林肯讲的 对不对 他不是攻击本土的 他这个防空飞弹 他这个防空飞弹 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 俄罗斯军机 对俄罗斯军机 那等于也是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一样意思 对 而且我觉得最近有释出一段画面 我个人看到的 因为那个时候一直讲F-16要 要给乌克兰 到什么时候才有 那个 泽伦司机自己拍 我去出访的时候 泽伦司机出访 半飞的就是F-16 我说哇这个这个宣誓意义非常大 这个当然是故意的 当然就是给大家看 就像中国军演发布动画 动画 动画 这就是故意的 动画一天用中的 有被大家笑 然后不过他没有统计说 各国支援F-16有95架 我觉得哇 第一波这个数量算很多 对啊 而且加上说 乌军最近也有频繁要空袭 这个克里米亚的 军事基地以及防空基地 其实有 最近也有不少克里米亚的军舰 俄国军舰 或者是补给舰或什么舰 是被这个袭击的 所以 克里米亚最近也遭受蛮多的攻击 最近 就昨天吧 两个渡轮吧 还是三艘渡人受到攻击 各位不要听到渡人就觉得还没什么用 这个在克里米亚那边运送这个 在 乌克兰境内 给俄罗斯做补给 是很重要的 粮草很重要 所以如果可以断他的后勤资源 那个 就是战士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就不行了嘛 没有这些 弹药的援助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布林肯 他讲 那个 你刚刚讲的 他最后一段话比较有意思 对 你要不要练给大家听 这个华盛顿邮报 他是引述 林肯的话 他说 美国并未限制乌克兰使用 这个美国的防空武器 击落俄罗斯领土上空的俄罗斯飞机 那至于 这一段 使用美国的地面武器进行攻击 布林肯则说 我们美国 是没有鼓励或授权 用在这个 乌克兰的境外 但如果乌克兰自己要决定的话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保卫自己国家 对啊 这就是你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决定 你决定 你要打 跟我美国没关系 我们并没有 支持你这样子打 也没有授权 那你随便打 你随便打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 而且这个political的那个 国外的这个 媒体 他就有讲了 美国总统拜登早就已经秘密授权乌克兰 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仅限于哈尔科夫周边 那个 边界的附近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 就是 开绿灯 你可以打俄罗斯本土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 美国这些西方国家 盟国的一个共识 对 这个就是 我刚才一再重复讲的 俄罗斯 二五战争发生以来 有很多原先 不可以这个 不可以不可以那个 不提供这个 不提供这个 后来慢慢都有 是 对不对 像 掀起了什么 鲍2啊 M1啊 坦克啊 有一段时间都说不会嘛 不会不会有嘛 对 所以对F16战机 我们大概在 一两两年前就讲 迟早会有的 迟早 对 只是 真的拖了很久 所以说不定金牛座也是 有可能 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 吓我一跳 我以为他要送我去沃克兰 你是金牛座 我讲的是德国那个说 据说是最厉害的 金牛座的这个防空的系统 说不定啦 反正 这个很难讲 这个 战争局势变化 单一的武器 所以要单一的武器 能够流转这个战局 我觉得也是有点 不可能啦 你是牵强 但是你是 最主要就是说 组合 搭配 提供足够的武器 对 然后在这个 乌克兰这方面 做有效的运用 是 才会 乌克兰最近 这些 运用的很好 特别是无人机 去攻击俄罗斯军类这些 炼油厂 炼油设施 这些补给点 其实做得很成功 对 他们说现在这个 战斗机器人 其实也已经进去了 我真的觉得 在乌东前线 他们 乌克兰是计划要投放 首批的战斗机器人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战斗机器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遇到新型的武器 这可能 郭台铭好久不 没消息 他不是说八万个 可能是他去 乌克兰 提供战斗机器人 说不定喔 他最近 在台湾销声匿迹 是不是就去乌克兰 战斗机器人 我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但是无人机已经很清楚了 是 我最近 看到一个视频 是一个中国的 这个 佣兵 佣兵 就是 去俄罗斯 帮俄罗斯打 俄乌战争的一个用品 那他现在回到国家 他发表了一个东西 很有意思 我就简单讲了重点 他讲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战争 打不了了 是俄罗斯打不下去的意思 因为他是 他是帮俄罗斯 他实际在前线作战 他说这个战争打不了 打不赢的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从头到尾一直强调 俄罗斯战争 只要 乌克兰让俄罗斯打不赢 乌克兰就赢了 是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那边的 阵亡率啊 就是 人进入战场 到 基本上你死 8到10个小时 在这儿是 不分白天不分黑夜 就他妈干 而且他妈的 对方的无人机 是真他妈的多 我估计你们没有见过 那个对方无人机炸 坦克 因为这边也有干扰 他妈的大老人都听见了 妈的我天上无人机 比他妈的鸟肉多 我跟你说真的 十几个 这几天干几天十几个 兄弟 真没法打 真没法打 太费人了 我可以放一小段 放一小段 他那个 他的视频还蛮长的 我非常小段给大家看一下 他讲的是这个 华语嘛 大家听得懂 重点就是说 这个战争打不赢 他描述到 在战场上面 他说哇 他说那个 那个 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天空像鸟一样 这么多 哇 他是这样的描述的 像鸟一样 然后他也讲过他们那个 小单位 出去多少人 回来几个人 有几次回来就是他一个人回来 我正在想说 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老是你一个人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活着 其他的那个 你是不是故意躲起来 就轻松出去就躲起来 如果是我 我一定这样子 我一直让战场 找个动线躲起来 好啦 不管怎么样 我们 再继续关注这个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 大家转向之后 有新的局势之后 我相信 乌克兰这边会有一些 比较更多的一些战功 一些战绩回来 好继续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 这样的第一时间 获得通知 喜欢这一集 记得按赞 你要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